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明不是刘德华 今天呢 我又从曼谷 开往去巴蒂亚的路上 然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说 这个时候来泰国 还能超低简陋 泰国的房子吗 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 借合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去巴蒂亚呢 实际上也是去过户一栋老别墅 最近也是逃了一栋 小房子 然后准备重新翻新 大家都知道我去年 也买过好几次这种 老别墅翻新 不管是出售啊 还是出租啊 都很快 然后拿到价格也很低 那现在泰国已经全面开放了 还有没有这种超低简陋的机会呢 我先发出结论吧 可能机会没有那么多了 就我来说 我自己有一家中介公司 然后呢 我自己也做房子的投资 所以说 这方面我是有 很多 经历和设计的 因为像去年 我在巴蒂亚那边 买了一栋老别墅 然后呢 市场价大概是500万左右 然后我是300出头拿的 就是说这个 比市场价便宜的幅度大概有40%左右 这个房子 我在 买了之后不到一个月 就卖掉了 当时还没有装修完 然后装修完之后呢 马上就出租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案例是比较好的一个案例 就是 所为大家典型的一个 超低简陋的一个案例 但是 今年 我也在一直寻找这种比较好的方圆 但是呢就是 没有 遇到 像去年 那么好的一个资源了 包括我今天去买的这个房子 也只是比市场价便宜一个 百分之 30左右吧 加上我自己还有花钱去装修 买新的家具 实际上也 比市场价便宜不了多少 想跟大家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因为泰国已经全面开放了 然后包括本地的那个生活 工作 生意啊 都恢复正常 然后国外的一些 特别是欧美的 游客或者是马来西亚 印度啊 或者是其他俄罗斯啊等等 的一些买家都已经进来了 该买的都已经买了 然后 现在 可能本地啊 也没有说 那么多的 超低紧楼的机会了 还有 每个 时刻 每个 时候 其实都有 但是呢 像泰国是去年 前年是刚开始的这个疫情了 确实造成很多人这个财务状况 会比较差 那会有一些机会出来 但现在来讲 我个人觉得是 不多了 不多了 但是还是有机会 所以说 今天 我也是去巴铁亚那边 把这种房子拿下来 但是我没有抱太大的一个希望说 我买了之后很快可以卖出去 那可能说 装修完之后呢 进行出租 因为巴铁亚的这个别墅出租回报率还可以 比公寓要强一些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 财务投资的一个方式吧 那 大家以后来泰国这边 去 看房子 如果遇到 这个房子价格特别平均的一定要非常谨慎 有可能这个市出 翻厂并有腰吗 那有的是小腰有的是大腰 像我去年买了个房子 那叫大腰 他被三个部门都被冻结了 在土地亭 一般人是不敢碰的 但是作为一名 专业的房产 投资者 或者说专业的 房产经济人 我可以去 处理这个问题 那不代表 你们可以 如果你们对这个 本地情况 不太熟的情况下 最好还是 小心 谨慎 为好 你应该说 买的稍微 符合商价 但是不要是 太一些小便宜 去路坑 那样的话 随时就更大了 所以说大家 一定要 擦亮眼睛 来泰国 多看看 多了解之后 再下手 OK待会我们就去 巴蒂岸那边 看一下我今天 掏的这套房子 到底怎么样 OK 这里就是我们 今天买的这套房子 刚刚办理完过户 然后以前 这个门口很多 大树啊乱七八糟的 植被我全部给他清理掉了 现在就感觉这个 光线特别好 比较空旷 感觉比较舒服 然后门口我们把这个 栏杆呢 这些围墙啊 全部重新刷漆 包括这个房子的外面里面 都重新刷漆 这个是 翻新别墅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里是停着位 我们保留了门口这一棵树 小树 因为还是要一些植被的点缀 然后门口这边之前有一个那个 鞋柜嘛把它全部敲掉了 因为确实占地方 OK 这里是门口这块区 还是感觉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编套 所以说 旁边多了一块这个空地 未来的话我会把自己 全部铺成那个 湿纸路面 然后加一些那种 走路的一些板砖 放上去 就比较好看了 现在比较杂乱 这个树比较大 我们保留了这一棵侧面的大树 然后下面可以放一些座椅板凳 可以在户外吃饭 喝个茶 比较舒服 我们去房子里面看一下 这里还要分享一个 就是刚刚忘记跟大家说的 泰国这边做翻新别墅 有一个非常大的门槛 就是这个装修团队 因为泰国说实话 这些装修公司 装修团队 质量是参资不起 然后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跟他 说好是这么多钱 然后中途他可能说 没有钱买材料了怎么办 你要赶工作是吗 所以说你要预支这个钱给他 然后预支着预支着 然后人就不见了 就跑路了 包括我这种经常装的人都会遇到 但是好在说我在巴特亚 这边是遇到一家 比较OK的装修团队 所以说我才敢去不断在巴特亚 这边做这个生意 做这个事情 你像在曼谷的话 我就基本上没有做了 因为确实没有遇到合适的装修团队 合适的繁星团队工程队 我是不敢去做的 因为确实问题 非常普遍性 在泰国这边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装修这一块 就是你前期要把合同拟好 还不够 后期的话还有很多 接踵而来的问题 所以说有时候也不是光便宜就好 OK这个就是我们的房子的客厅 然后到处我会把沙发家具 全部换掉 卖新的 这样子的话整体感觉就很好了 你看以前这里面是 什么一半蓝色的 一半白色的很土 现在 新的这种装修风格 就是要这种干净 整洁大气 直接刷牌墙是最方便的最合适的 因为你有的时候刷 红色蓝色或者是工业灰啊等等的 很流行的 但是有些人他不喜欢嘛 白色是接受程度最高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穿上白色 这个是我们新买的这个沙发 有些绿色的这种沙发 还是蛮现代的 挺好看 回头装好了再给他拍一下 这个空间呢不知道现在做啥 可能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书架 然后放个这个书桌在前面比较合适 这里是餐桌 旧餐区 然后还有一个室内的一个小的洗手台 这里就是客厅了 客厅也挺宽的 这个宽度OK 很舒服 里面那个空间感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后面工人正在 重新 刷新这个厨房 这个橱柜 时间比较久了嘛 所以都发黄了 现在工人正在重新上漆 你这样 上完漆之后就感觉患乱一新了 这个就是翻新房子最基本的一些操作 就是把能看到的地方 全部给他刷新 这样就比较简单 也不用花太多钱 这个房子 固定的那些大的改造没有 基本上就是这种刷漆了 然后采购家具家电 家具家电这一块也 需要 买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次卧 现在有一些 衣柜啊 梳妆台 这里有个床垫 我再买个床就可以了 然后空调一装 把那个东西一拆封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卧室里面要装个这个抽风机 很奇怪 很奇葩 然后这个是 次卧 就是客位 客位 空间感还是OK的 然后把这个洗手盆给他换一换 这个是很老式的老式款 然后把那个 马桶的盖子换一下 整个马桶还是OK的 可以用 然后我们就换了那个 热水器 喷头 都换了新的 这样就感觉好一些 玻璃这个很能用 就不换了 能省就省 因为我们是 打算是出售或者出租的 所以不是自己住 就没有必要 买那么好的东西 这个是主卧 主卧就在门口 采光非常好 可以直接从门口出去 然后 公条得换了 发黄了都 门窗 我们把之前那个 防盗窗网都给拆掉了 因为确实不太符合现在的一个 美学要求 这里买个床 这边放一个电视 那边装衣柜 这个房间就完美了 而且这个主卧是带自己的卫生间 居然还有一个浴缸 太奢侈了 这个房子是粮食两味的一个格局 我觉得如果是家里增加不多 这个房子给 游客住啊什么之类的都挺好的 因为确实格局我比较喜欢 因为之前我们去拍过这个小区 另外一套房子 他那个格局我就不太喜欢 虽然说地大 但是房子我感觉不太喜欢 这个我们投资房子 还是首先要自己喜欢上 你再去投资 那客人也会 也可能会喜欢 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的话 你去买了之后就很难卖掉 或者说很难出租掉 OK这个就是我们 我在今年买的一套 老别墅翻新 去年已经做了三套吧 对今年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套 希望 拨下种子之后 未来会有丰收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 想来泰国这边 body啊 买房子啊 租房子 可以找我们这里 漂漂亮亮的 我们今天顺便来这个小区的另外一套房子看一下 他说这个房子现在目前出售 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小区 巴提亚 离海边大概一公里多吧 另外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占地非常大 大概有 200挖 就是800平米 800平米的占地 这个在别墅当中也算是豪宅了 然后这个他中间挖了一个泳池 还做的比较漂亮 里面这些花花草草啊 点缀的不错 那边是一个商拿房 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泰国本地人 可能欧美人比较喜欢 但是 泰国这么多的天气 在外面晒太阳半个小时就 可以达到商拿的效果了 还要去 花店 弄什么商拿房干嘛 然后这边有一个客房 也是做的很精致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适合做一个 小型的 经营的一个场所啊 你看这里还做了一个酒吧台 可以买过来 出租 租个游客 我觉得比较不错 你看那边还有个很大的 休息台 这个房子 总共是有4个卧室 然后有一个客房 等于是5个卧室了 总共他现在出售的价格是1000万泰铢 倒还好 价格我觉得 不算贵 然后这边是一个泰式的那种 休息凉亭 比较有泰国的特色 你看包括这篮杆 都是有泰国的一个雕花 这些木质应该是一些幼木为主吧 这个里面这个挑高啊 很舒服 在现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风吹过来 很舒服吧 这个桌子你看 餐桌 在户外的一个这个木质的 很有泰国特色的这种感觉 还是蛮OK的 里面因为现在有租客在住 我们就不进去看了 就在门口 看一下 大概就这样的价位了 就在8T 是吧 离海边两公里左右 1000万泰铢大概200万人币 你可以买到一个比如说像这个 占地800平米 4到5个卧室 然后带私人游泳池 带私人的上纳房 带这个 私人的休息凉品等等 非常舒服 我觉得这个 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但是房子 大概也有将近10年吧 不是什么新房子 稍微要修整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 还是蛮OK的 如果预算够的话 可以 把这一栋整下来 OK 那这回真的是结束了 OK 大家拜拜 点赞 转发关注我的频道 泰国黎叔说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兽 中文字幕兽 对 我们下期见